云彩飞扬 就问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飞扬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我是音如 有本书叫做 焚而不悔的故事从刺猬女孩到智慧大神 那作者是李戴肯 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故事 虽然他遭遇了许多的痛苦跟挫折 但是呢却因准爱跟救赎 他重获了新神 开出了美丽的生命之花 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 也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的人 有勇气有盼望 而我们今天呢非常的荣幸 可以邀请到作者本人来到节目当中 来分享这一路的心路历程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欢迎戴肯姐你好 哈喽大家好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能够看到本人 今天呢可以来听听戴肯姐您的生命故事 那我想在进入您的故事之前呢 还是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我目前刚结束一个工作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任务 其实还蛮充实的 我知道戴肯姐除了写作之外 自己出书之外呢 你也很会画画对不对 还有开画展 对曾经有几次 哇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是不是 对尽量让它是 所以每当你画画的时候 你的心情怎么样 很平静 很平静 很开心 我想那是我抒压的方式 透过画画或写作 反而是我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发生的方式 谢谢 我在网络上面看过你蛮多的作品 那当然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就是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样子 但是我看见就是你的画作里面的色彩非常的丰富 然后我觉得很温暖 谢谢 我觉得就跟你本人带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是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您写的这本书 从刺猬女孩到智慧大神 这本书大概是你什么时候写的书 2015年 那那时候刚好是烧烫伤 然后反复直皮稍微稳定一点 然后后来就是立心基金会 知道我有想要这个愿望 想要把它写出来 对自己的过去有一番整理 他们就很大力的支持 所以这本书就问世了 对 问世之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啊 有 除了说可以帮助立心那时候在推动的 就是陪孩子们最后一礼录 有一些部分的捐款收入之外呢 也听到了有一些读者看到这样的故事 他们真的会私底下找到我 联络我的管道 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些故事 对 其实我知道说 戴肯姐过去也曾经被立心陪伴过 是 所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 这个陪伴的过程中 怎么样帮助你之后 这个好像经历过很多战斗的人生吗 披荆斩棘 高山低谷的生命 最后能够开出美丽的生命之花 那戴肯姐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成长的家庭背景啊 在我有期以来呢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爱赌博的人 沉溺于赌博的 那在那个年代里面 其实她很辛苦 她就是在一个那个苗栗后龙那边 其实是一个望族 但是因为整个家族都染上了赌博 所以就家到中落 再加上她本身的条件很好 因为其实我有回顾我们家的一些祖先的事迹 所以我特别回去苗栗问了很多还健在的邻居 所以才知道说 因为我妈妈条件很好 所以她以为她的爱情可以无往不利 但后来她被拒绝 所以她就更沉溺于赌博和她的哥哥 那这个习惯就一直带进她 后来的整个生命一直都是在赌博 她的人生完全就是一个赌注的心态 很凭着血气 很凭着情绪 在生活过日子的女人 在她的照顾之下 我们的状况都很惨 我是老妖 我上面有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除了大哥后来自杀 因为他是长子 很得我妈妈的宠爱 那我其他的二哥三哥跟四姐 他们比较聪明 国小的时候就赶快跳窗的跳窗 逃跑的逃宝 就通通躲在他们同学家里面 我就会回想起来感谢上帝是 当时国小的他们 还有这样同学的家 还有他们的父母是愿意接纳的 好像一个庇护所 对对 那我最小我就一直留到 就是辗转到的立心基金会 在那个年代啊 我父亲是一个年纪很大 大到可以当我妈妈的爸爸 那那个年代就是会把自己 的女儿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 外省人 他们有很多的摩擦 那加上我爸爸是一个跑船的 所以他非常的有钱 那台湾只是他众多房屋中 或一个落脚处的其中一个 那他目前是定居落脚在荷兰 台湾有点像他的行工 我妈妈只是他其中一个女人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其实他们的关系是很糟糕 很冷淡 我母亲他很寂寞 他还是会有人的需要 心灵上的需要 所以他就在那个村落里 遭受到爱情的打击 加上他条件很好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混乱 那个混乱就是来者不拒 因为他想要借由更多的男人 接受他们的示好 好证明自己的价值 所以从小我们没有看过父亲 然后他们也在我出生 没多久就离婚了 但我哥哥姐姐说他们还有看过我们爸爸 但是对你来讲 基本上就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了 是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 爸爸就没有在这个家庭里面了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 妈妈会把你送养呢 送养的原因在于 那时候我大概没有记错 应该八九岁的时候 国小二三年级 那因为我的大哥他是长子 那传统的观念会觉得说 就是很疼长子 可能因为养而芳老 当我的大哥 他急需要结婚有一笔钱 那我妈妈就把我卖给基隆的一户人家 当养女 那个养父他本身是算命的 那他就算出说 我的命格跟会忘他们 因为他们想要有个小孩 他们就 就是用一笔钱 跟我妈妈买下我 然后我就住到他们家 我妈妈他用了几次说到朋友家做客 就到那个养父母家做客 等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我妈妈要走了 他就叫我留下来 他们家的客厅很豪华很漂亮 他们整个家族都在 可是我就被他们家族的人 就是压 强压在地上 然后我永远忘不了的那个画面 就是我也看到我妈其实抿着嘴 眼眶有泪 她真的就是这样离开 走出门外 我不管怎么用力的抓她的衣服 我还是没办法留下她 我也没办法跟她走 从那一刻我才知道 啊 我被卖了 有趣的是哦 真的到他们家没住多久 他们就怀孕有小孩了 目的达成以后 我就会开始进入 帮忙打扫家里啊 然后甚至成为 你说从一个养女的角色 变成了一个帮庸的角色吗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他们全部的人吃 吃完以后我才能去吃 就是吃剩菜剩饭 那他们那时候真的就是目的达成了 所以他们就会很直接明白说 其实你妈妈也不要你啊 那你就是用台语 就是说了非常很多恶毒的话 你在这里我们还给你剩菜剩饭吃 你就该偷笑 那因为他们家很漂亮 那后面就是基隆河 所以我就常常在那个基隆河那边 晚上的基隆河那边看着 我就觉得如果我能躺在基隆河多好 就躺在里面 我就不需要担心 我永远有做不完的家事 或者是那个养母 因为年纪也很大了 结果生了孩子 其实一个女人当了妈妈 她其实又只有她一个人哦 养父常年都在外面 在算命跑客户 她其实也很孤独 那她没有那个出口宣泄 她唯一能够有的就是抓我的头发 用衣架打我 打到她好多了 那我才能喘一口气 不 我在想说你那时候看着基隆河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躺在里面 那时候的念头是 是真的想结束生命 还是只是希望说自己能够找到一个 可以让你喘口气的地方 确定要结束生命 因为我开始 终于后来忍不住我计划逃跑 那时候我们才国小 我遇到了很多讲义器的同学 他们就接待我去躲在他们家顶楼啦 然后三不五时送食物来 但他们的食物也很可爱啊 饼干啊 养乐托 是种不是正餐的 所以我现在会胖胖的 应该是那时候 把身体养坏了 好开玩笑 那后来还很成功的逃亡了几天 但是最后就是忍不住 就和同学跑去逛夜市 然后就被抓到了 那那一刻是我养父第一次动手打我 他就把我拖到房子的后面 就是基隆河旁边 你可以感受到一个男人在愤怒的时候 他的拳头是无情的 他的脚是置你于死地的 然后速度很快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前面被打几次很痛 然后你开始会闻到生锈的铁味 然后后面就会开始麻痹 因为最痛的就是前面那几下 所以他可能也意识到说 他打到我后来就是软绵绵 像布娃娃一样躺在地上 我那时候躺着 我脸侧面我看到就是那基隆河 我就觉得 如果能躺在基隆河里面多好 就是让黑暗包围我吧 所以我很了解一个孩子 其实孩子幸不幸福 他自己会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很在意青少年 跟孩子的心理状态 他们其实是会想自杀的 也许他可能当下说不出为什么 所以才会需要专业的社工 还有专业的辅导员去陪伴他们 所以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无助的 后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养母把你送回你的生母那里 对那一次把他们吓到了 他们看到一个都很安静 逆来顺受的小待肯 竟然敢逃亡 那个村落那个社区 已经开始有些家长 还有学校也关心了 种种的压力就让他们觉得 我们的目标也达成啦 所以他们就请我母亲 联络到我母亲把我带回去 是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 太好了太好了脱离火坑 真的 然后幸福人生要开启了 对 但其实当你回到原生家庭之后 那是另一个火坑 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 妈妈是一个很喜欢赌博的人 因为跟她的成长的家庭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赌博她不可能每一次都赢啊 那她输钱她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啊 她没有钱的时候 她回来一定也是就毒打我 然后她常会说的理由就是因为 也是用台语讲 你是扫把心 算命说我生你下来 你就是克我 但是你看哦 妈妈还是把你留在我身边 这表示说妈妈舍不得你 我很爱你 那你要回报我 因为你的命是我给的 嗯 在那个年代的台湾 我们那时候住在西门町 所以那里有很多KTV 卡拉OK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 当时俗称的老欧啊 就是年纪很大的 可能单身 或是因为寂寞 他们就会在那里喝酒 一起唱歌 那我妈妈就会常带我去那里 坐在那里 让他们喝酒 我可能喝果汁 那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要求 你也要陪喝酒的老欧啊 那我就会喝个几杯酒 当然免不其然 就是要让他们摸个几把 可是重要的是 那个桌上会有吃的食物 它可能是水果拼盘 可能是一盘的坚果 或是什么 我妈妈就会带我去做这些事 那那些人就会再给我妈妈钱 借钱给她 或者是其他的好处 嗯 那时候有想说逃离原生家庭吗 逃离妈妈 在回想的时候 我举一件事情 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哥哥姐姐都不回来 那我并不知道说 我哥哥姐姐也被我妈虐待过 他们是逃跑 是后来我们长大相聚了 有几次的机会 可以把话弹开才知道 那我妈妈就告诉 那时候还小的我说 就是因为我们家很穷 你看三不五十都有黑道 到我们家泼红色油漆 欠钱要还钱 可是你看妈妈赌博 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让你可以买衣服 让你可以读书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些 所以哥哥姐姐不回来 你喜不希望哥哥姐姐回来 你希望对不对 那你就要帮我赚大钱 你帮我赚大钱 哥哥姐姐就会回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 当我妈说什么时候要出门了 我就会把自己的头发梳好 自己绑好辫子 穿上唯一那一套漂亮的洋装 其实那时候的袜子 还有蕾丝花边 还有可爱的那个圆头小皮鞋 我会把自己全部打理好 就乖乖地坐在客厅 等我妈妈把我带出去 然后让其他的老男人性骚扰 和陪酒陪客 当你受不了的时候 你有怎么抒发这个情绪 我自残 我回来以后 就是 哎呀任务完成了 陪完酒回到家了 我会用头去撞墙 我会拿咬自己的手 会拿刀子立刃割自己的手 但是又不敢死 因为死了就没办法 赚钱 我赚钱我就看不到 哥哥姐姐可以在一起的那一天 我们这样子 就是在我母亲十读九书 回来就动手打我 那我哥哥姐姐都逃跑 剩我一个人在家 唯一陪伴我就是那几只狗狗 是 一直这样子生活 还有不定时有黑道 会到我们家踹铁门 喷红色油漆 甚至到最后 我们家竟然被断水断电 甚至他后来有几次 连续几天没回来 我肚子饿 我又没有钱 又断水断电 那学校其实老师也找不到我 很神奇他也找不到我 最后我妈也把我修学了 我被关在家里 所以我后来是吃卫生纸 因为卫生纸比较软 就扩着口水吞进去 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饿 不会弄肚子痛 对啊 然后肚子痛又拉肚子 然后水又冲不下去 好讨厌 就是这样子真的很糟糕的一个环境 一直持续了 到我国小毕业 那一年暑假 大哥因为之前逃兵 被抓到 判军法坐牢 那他行情满了 回来 哇他回来了 我妈妈就恢复 就赶快缴钱 去借钱再来缴钱 就恢复水跟电 冰箱又开始有食物了 那大哥他睡另外一个房间 我睡另外一个房间 觉得好像有好转 可是没有想到 在我国小毕业那一年暑假 大哥就强暴我 这样的强暴 长达一年多 一直到我国中二年级 我遇到一个非常棒的老师 内湖国中的一位林老师 他是我的班导 他跟我在国小遇到的 所有老师都完全不同 他从来不以成绩来评断我 他只是一直注意到 我身上都有瘀青 然后我的衣服都很脏 然后我身体都很臭 所以我那时候 在国中的时候就会被霸凌 然后同学就会给我取 那种很肮脏的绰号 没办法就很臭啊 后来林如娟老师就是 在有一次中午会谈的时候 他说你为什么都睡不饱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大哥一直要啊 那他很厉害 他很冷静 他就说嗯 要什么 我说就上床啊 然后后来他就当天 我的班导师就马上打电话 通报社会局 所以 哇哦 我那一天中午才讲完 然后我那一天放学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游社会局紧急安置 然后辗转就到了立行 嗯 是 我相信老师在那一刻 应该心中惊涛骇浪吧 他甚至后来在打官司的时候 去当证人 我妈妈打电话去恐吓他 但是这些也都是我后来再回去 要回溯那些资料的时候 我才找到的 我记得那一天 我们走在内湖的某个街道上 我的老师抓着我的手 牵着我的手 他的手掌心里面 把一千块卷成一卷 然后就放在我的手心里面 他就跟我说 加油 他的手很用力 他摆上了他自己 为了他的学生 在事业上有不好的老师 壮中的老师 但是也有很好的老师 生命能够真正影响生命 是这些很好的老师 不过那个时候 当你被安置到立新 甚至社会局 在帮助你打官司这样 但是你当时候的 那个心态是什么 有理解到说 原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 完全没有 因为我们必须得试着 想象体会说 我就是在那种 乌漆妈黑的地方 烂泥巴长大 所以对我来说 我已经习惯了 包括到现在 我在对付我自己的 习得无助的这个状态 都是从那个时候 一直被累积造成出来的 所以我到立新去以后 天啊 我要住在这里耶 工作人员 就是他们都在讲爱啊 讲希望啊 他们怎么都不讲脏话呢 他们好奇怪 哎呀 我还要跟一群跟我一样 差不多年纪的女生 他们一看就知道 跟我同类的很难搞 哎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呢 我反而对那个打官司 真的是很谢谢 当时的台北的社会局 这些社工 他们真的都做得 非常的用心 还有立新基金会 那时候的中途之家 他们只有说 差不多下礼拜要开庭了 然后告诉你要怎么走 然后给你交通费 其他的时间 就完全就是很焦点在 生命的重建 然后一个礼拜一次的 心理资商 还有就是 每个礼拜轮到谁做饭 然后就教你怎么做菜 还有甜点 还有读书会 还有什么什么 你们心理资商的时候 都在谈些什么内容啊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很棒 因为他让我谈 他可以让我问 所有我想问的 我们初期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人 其实我们会想挑战 你说你爱我 你有多爱 用嘴巴讲 零点几秒就算了 我妈也说他爱我 我大哥也说他爱我 所以其实我们会 会不会有一种 好像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都一直处在一个 被我最亲近的人 利用的那种感觉 到底我还能信任谁 是 但是如果 我们还愿意测试一个人 他还愿意测试对方 表示他其实还有希望 还有期待 所以那时候 社工都很头痛 但是他们的心理智商 还是都 我觉得已经不是 专业的问题 是因为有爱 有信念 不然我觉得 绝对不可能 只是单单只有专业 就能够做得到 是 所以你们这群少女 怎么样试探他们 怎么样试炼他们 好 我印象好 举一个比较 比较缓和好的 那个时候 我们住在中途之家 每个礼拜日 我们会去 当时的和平 长老教会做礼拜 我们进去几次 因为我们很会观察 为了生存之道 然后就发现 哇 这群大人都好 好保守哦 所以我们女孩子 就会故意 里面穿得很暴露 然后 回来几次以后 我们的社间 就会提醒我们说 我们去那边啊 衣服大概要穿 得体一点啊 那我们说 好啊 好好 下一次去的时候 里面一样穿很暴露 可是外面就用 大外套包住 那社工他很忙 他不可能 每个都检查 等到我们到了教会 坐在那个木头长椅上的时候 再把外套脱下来 我自己的话 还有一次是 比较过分是 我们主日完以后 会到旁边的小房间 那会有当时的 传道人跟牧师 会问问我们说 今天听了 讲道什么 回应啊 那时候 我可能刚上完厕所 要走进去 迎面而来一位 传道人还是牧师 我忘了 他很年轻 可是我却对着他的脸 看着他的眼睛说 滚开啊 走狗 一个大男人 一个弟兄 一个神职人员 他的眼神先是惊讶 然后瞬间红了眼眶 但是从头到尾 他没有一句反驳 也没有任何愤怒 或者是 他其实是可以做处理 但是他都没有 然后下一个礼拜 再下下一个礼拜 后面的每一个礼拜 这些神职人员 牧师师母 传道人看到我们 一样都是说 平安 早安 而且你看他们的眼睛 那个不是装的 那也不是硬撑出来的 那个很清澈 所以我就在想 怎么样弄你们 怎么都不会倒了 而且那个清澈 其实 我觉得那个力量 是我想要的 那时候 那个教会 他的屋顶上 有一个十字架 我常常走出来 我都不想抬头看 可是我会看到 地上有影子 就是那个十字架的影子 我想抬头看的原因 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很脏 我觉得我们 其实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会抗拒 因为如果你要再去相信说 我也配得那样的生活 其实代表着 你还要再冒一次险 可是地上的影子 十字架会让我隐隐作痛 那个痛是 真的要这样放弃吗 如果耶稣就是爱 我妈妈从小拜了一堆神 算了一堆命 还做了一堆法事 法会 就是要改运嘛 改命嘛 可是都是一直要烧纸钱啊 我从小在那边看 都觉得 烧纸钱给他 这样不算贿赂吗 那好歹也收了 那么多年纸钱 应该也不错 怎么也都没有 收了纸钱 就要帮助我妈妈的愿望 就是要让他赌博 每一局都赢 那这个神也太奇怪了吧 当我听到耶稣是爱 那加上 那个时候 每一周 我们的中途之家 都会有牧师 带我们查经 哇 我就觉得说 这个神 跟我听过神不一样 但是 这个是我想要的 但我又不想冒险 你们那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有没有读到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呀 我记得那时候 爱奇啊 就是那个国外宣教师 那个外国人 我只知道他叫爱奇 然后 他也结束以后 都会让我们问问题 反正他们都很厉害 我们问什么问题 我画了 那个时候 我们甚至很叛逆 在那白板上 画了男性的生殖器 也没办法打倒他们 他们还是可以 除遍不惊 隔天就在生殖器的 图画上面写说 这个部位叫做阴晶 这个部位叫做什么什么 然后就开始 给我们上物理课 健康教育 那我印象中 我问爱奇老师 我就问他说 那个圣经里面说的爱呀 耶稣说的爱呀 我们有这么多人 光这个地方 我们这么多女孩 他怎么可能每个都爱 这样不是很花心 很恶心吗 那时候爱奇老师很厉害哦 他直接指出我的核心问题 他就说 因为耶稣的爱 不是情欲的爱 耶稣的爱 是至高的爱 那个爱 对每一个人 都是百分之百 所以跟我们世界上 所认为的 那个情欲的爱呀 一对一的爱 不一样 他回答给我们的态度 都是温和 还有你的问题不奇怪 你能问问题很好 我喜欢你问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最主要还是 他们那个态度 所以我还是得说 这个不是专业做得到 那个是因为 有很深的爱 才能够成全的我们 所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决定要打开你的心房 然后接受这份爱吗 我从小就会看到 灵异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 进入立心基金会以后 我们就有一次 我就找了几个女生 就是我们几个女生 她就半夜不睡觉 就躲在那个厨房 那很大的餐桌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来玩比先 然后那时候 我们其实前面 已经都有在玩比先了 然后就认识了 里面一个什么 灵界的朋友 他总是会报名字 同样的名字 但那时候他就有表达说 最后你得做一个决定 代肯 你到底是要耶稣 还是要我 不能两个都有 可是那时候我很卡 我觉得这个耶稣的爱 我现在听到的 都是我需要的 就是我一直 从小到大想需要的 我觉得他就符合 我心中的那个神的样子啊 充满爱又充满全能 不会被收埋的神啊 可是这个灵界的朋友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被霸凌的 我是没有朋友的 那那一天 就是最后一次 我们坐在餐桌 然后我们的门窗 都是关闭的 我们三个人握的那一支笔 就开始一直拼命的旋转 所以你想窗户 大门都是关闭的 那厨房上面的灯 为什么会晃 我们三个人都开始 觉得很可怕 然后我们就把手放掉 他们两个人 两个女生就吓得 他们就跑回去自己房间 他们两个还睡 同一个房间还有伴 可是就我一个人 我就一个人把东西收一收 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房间 我记得那一天是假日 我的同房的室友 已经回家了 我那时候 我不是害怕 我是完全的崩溃 就是我有这么见吗 见到连灵界的朋友 都不要我 我没有家了 我连朋友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在立心基金会 我很清楚 我只能住到几岁 一旦结案我就要离开 如果我这么烂 这么见 我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不是我能选择 我不能选择 我要成为哪一个家的小孩 就当我坐在 我的书桌前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地 听到一个声音 一整晚 不停不停地 重复那一句话 我一直在等你 你还有我 那个声音让我想到 当我在八九岁的时候 被我妈妈卖到基隆 当养女 我不是逃亡吗 翘家吗 遇到很好的朋友 把我藏在他们家顶楼 其中有一个朋友 从他家拿了两张 耶稣跪在地上祷告的小卡片 图画卡 交给我 跟我说 他能帮助你 我在那个时候祷告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所以我就用拜拜的方式 把两张图放在 我那时候房间的墙壁上 化妆台上 然后就跪着 然后对他 三扣九拜 告诉他说 救我离开这里 带我回家 所以那时候 我的养父养母 把我退货 请我妈妈 把我带回去的时候 我认为是上帝 又应许了 然后那时候 我还做了一个梦 可是那个梦 当我在当时的环境 说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你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我跟你讲 耶稣是西洋人的教 他不会管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是台湾 是他拜拜 所以那个时候就 就慢慢的就 就听信了 我就放弃 一直到我在立心 那个晚上 我崩溃了 然后那个声音 告诉我 我一直在等你 你还有我 就这两句 我就接起来了 上帝没有忘记我 从那一刻起 我决定我要 决志信耶稣 在你宁身谷中 你令我走出来 我跌跌又撞撞 使你扶我站起来 我满身许伤痕 你将我抱起来 我在你的怀中 我在你的怀中 苏醒过来 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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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抢抢了我的心 刚抢了我的心 杏星的翅膀 再飞起来 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 感谢耶稣一举的爱 在你一身孤中 你令我走出来 我跌跌又撞撞 是你扶我站起来 我卖身是伤痕 你将我抱起来 我在你的怀中 苏醒过来 耶稣的爱 抑制了我的心 破碎了生命 完整起来 心中有燃起 光明的期待 再一次 永远将自己散开 耶稣的爱 刚强了我的心 星星的翅膀 再飞起来 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 感谢耶稣 一举的爱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台湾金融支撑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云彩飞扬 我是音儒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李戴肯女士的生命故事 戴肯姐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哦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 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呢 真的充满了鼻音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真的无法控制我的眼泪 真的是太感动了 那感动的点就在于说 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 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不完美的 生活真的不完美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 就是充满了很多很残酷的事情 然后它出现的时候 你可能又没有办法避开它 你就得去面对它 但是令人感动的是 在经历了这些残酷的遭遇之后 你的生命越发的强韧 这个生命成为了一个很美的祝福 透过了你自己亲手写下来的这本书 你的故事 去鼓励到了好多好多 也在困境当中的朋友 戴肯姐你在立心待到了18岁之后 因为这是这个基金会 他们对于儿少安置的一个年龄的门槛 所以他们不得已的之后 就是让你离开了这样子 那么离开之后 你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离开之后啊 我记得当时就是要考大学 我坐上公车 我有想到说 如果我念了大学以后 我喜欢念书 我不喜欢考试 但我很喜欢念书 但是我没有把握 我要怎么样独立生活 所以我当时因为要转公车 才能到达考场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下了第一班公车 我就走到对面的马路 坐同一班公车回来 我决定我要先投入职场 先能养活自己 然后大学我就放弃了 那其实我非常的难过 那我就急着想要有一个家 因为我后来发现 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一个家 我很喜欢家人 我从小的置业就是当全职妈妈 生一堆小孩 所以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对象 我就未婚怀孕 进入了婚姻 所以那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啊 21 他很温和 温文如雅 我觉得说应该是可以 就是他至少不会动手暴力大人 那后来40 10几年证明 他确实是不会动手暴力大人 但是也让我见识到 原来暴力不是只有动手大人 才叫暴力 还有另外一种是能暴力 经济制裁跟精神 人格的贬低 后来婚姻维持了多久 19年 那我也很感谢说 当我最后决定要离婚的那一年 其实那一段时间 我已经开始进入就是 我跟主祷告说 如果离婚就是罪 会造成我离开你的话 我现在就站在马路的十字路口 我故意低着头 我故意站在最外围 如果我离婚 我就会失去你 你现在就让我被车撞死 因为我也没办法继续维持在婚姻里 而且如果继续维持在婚姻里 我看着我的前夫那样的做法 我还跟着我的两个儿子说 啊要顺服 我不认为这是错的 这是不对的 男人会有他男人该有的样子 女人也是 我们各尽其职 结果都没被撞死 后来就有一本很关键的一本书 就是提摩泰凯勒牧师的《同你患难与共》 我竟然读得懂那一本书 每读一段话 我就跪下来祷告痛哭 更重要的是 在那十多年里面 我的属灵长辈都一直在鼓励我说 你是有努力过的 所以你选择离婚不算白烂 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挣扎 包括孩子的监护权 甚至到后面 我跟两个孩子感情非常好 也感谢主我两个儿子 到现在对人失望 但他们对神没有失望 虽然有些答案我们没有 但是他们还是很相信上帝 所以那时候属灵长辈 他们都告诉我说 你有努力过了 你可以可以离婚 那我们也都爱你 上帝也爱你 更深一点我自己也发现到 如果我不离婚 我是不是要用忍耐来成为我的救恩呢 但不对 我应该是完完全全 被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覆盖着 其实我虽然十八岁就结案 离开立心基金会 但是一直到现在 我和立心都还是有联络 还是有连结 包括那时候在婚姻里的状态 我其实都有在问他们的意见 立心非常的有经验 我也是从他们身上丢回来的一些东西 我才知道说 哦原来这是能暴力 它其实是在矩阵中最难的 但是伤害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决定要放手 让自己走向一个海阔天空 过程的里面 上帝自有他的美意跟带领 其实你在 是在婚姻的过程里面 是不小心在一个火锅事件里面 才造成现在的这个烧烫伤吗 对那时候还在婚姻里的时候 那再加上当时的老板 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急救 他就用宝特瓶的水 从头淋下来 那那个膏状在遇到水 它其实不会熄灭 它只会更扩散 所以就造成我的头 胸部双手上半身 就严重的烧伤 那个时候很感谢主哦 我在交互病房 在林口长根 躺了四十一天 我都叫那个地方 叫大冰箱 因为很冷 然后时间过很快 然后里面的护理师 都很好奇说 你为什么不开电视看 因为对我来说时间很快 我从初试的第一课 到最后直到现在 我的意识都是清楚的 所以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时间过很快 可能又一部分是因为 我一直在昏睡 做噩梦又下行 但是有平安 我的耳中会一直传来诗歌 就是有一群人 他们在祷告的声音 集结成一种旋律 虽然我旁边有放弟兄姐妹 送的那个就是喇叭 有播放诗歌 可是会有两个声音 一个是在我心里面 那那个让我很大的平安 那我必须得说 当时我在婚姻里 我已经痛苦到 我觉得上帝不会要我 因为我没有在婚姻上荣耀他 一直到烧烫商 那个时候要换药 一天要换两次 那那个药呢 就是把你烧烫商的部位 把纱布先用水淋湿 生理食言水淋湿以后 再帮你慢慢 他们的动作都很专业很慢 一次换药 要六七个护理师一起换 很慢 可是终究还是会把你心长出来的皮 一起活活的撕下来 然后再轻创 刮掉 擦掉 再重新上白色药膏 再重新包起来 那个痛 是我跟上帝说 主啊 我完全臣服在这种痛里面 我没办法抵抗 所以求你帮助我 我相信你可以 你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怜悯我 可以用超自然的力量 让我不会痛 一天换两次药都不会痛的话 我愿意把我还有仅存的存款 那时候大约还有二十万 我就奉献给教会 然后很好玩 当我这样子祷告完以后 我就很清楚的听到一个声音 意念对我说 你以为我的恩典 是可以用钱买的吗 哇 我就是 天哪 我就开始一直哭 虽然都全身 那个 可是我就一直哭 可是那个哭是 既羞愧 可是又感动 你知道那个很大的感动是 其实我不怕上帝教训我 因为凡他所爱 他必管教 我自己当妈妈 我也知道说 我就是因为爱孩子 爱学生 我才会多叮咛他 我在之前 在烧烫商之前 已经有持续好久 跟神的关系是隔绝 隔绝到说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 因为我其实也在很多教会 听到的教导是 你只要是离婚 你就是背叛神 对 后来也促使了 我自己要去念那个 客家神学院的选读课 我想要更了解 圣经里的那位上帝 然后 我就很感动 就是上帝对我说话 那大家也很羞愧啦 就嗯 对 神的恩典 怎么可以用钱买呢 就从那一次开始 整个 我跟神的关系 就回复到那一个 我知道他爱我 我知道 耶稣基督的福音 跟救恩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当我们最近 我们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他说 福音不是传给外面的人 福音也要传给教会里面的人 我曾经也是教会里面的人 那么那么多年 但我竟然都不知道说 要浸泡在耶稣的福音里 是全身进入的 神的爱无条件 对我们 我们还是会犯错 我们还是会跌倒 但我们真心悔改 顺着圣灵的教导 我还活着 只要我们还活着 还有呼吸 我们就有希望 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我的见证 其实我们在听 每个人的见证 它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就像我们牧师讲的 见证其实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因为那是神的怜悯 对我离婚了 我做错很多事情 我来到这里 但今日神还用我 我来到这里 世界不能给我 温暖的时候 我用星星抬起头 蓝天白云都会 再次提醒我 我的天赋关心我 生命是你所造 一切的明了 你机会不知道 我此刻需要 有没有人陪我 不再重要 你的痛在温暖我 您在医院待了四十多天吗 但是出院之后 是不是还要继续的复健 然后那你那时候工作 又怎么办 还有反复的执批 对啊 其实我在那时候 还在婚姻里 我还是全职妈妈 因为我前夫 他用经济制裁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够的部分 我就是自己去接稿 所以我那时候 也去帮人家洗过盘子 打过零工 烧烫伤之后 我有试着开过店 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还需要反复直皮 那每一次直皮完以后呢 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需要穿压力衣 而且不能接受紫外线 一生的复健 所以我那时候 觉得我只有一个人 我又请不起员工 所以我就把那个店 美劳的店就收起来了 然后就慢慢转网 就是帮人家画画 接稿 接案子 我看戴肯姐 您的故事的时候啊 你有特别写到一段话说 虽然当时候复健啊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 而且反复直皮 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是神的爱使你的内心 有平安 平静 我觉得能够平静 能够平安 这两件事情 就已经非常的不得了了 对 特别想要问戴肯姐 就是当你回顾你的人生 一路走来 然后你现在还可以 这么的平静 然后你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你整人散发出了温暖 你觉得神的爱 是怎样的一份爱 能够这样的医治你的心 神的爱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用终其一生能够参透 但是若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试试看嘛 你只要进入了 神的爱 你既然尝过了主的恩典 你永远都无法忘记忘怀 因为它是一个无法被收买 没有办法被贿赂 而且它是一个坚定盟约的爱 它是一个神 它是一个充满爱的神 也充满公义 有时候有爱 可是没有公义跟真理 这很恐怖 但有公义 但没有爱也很恐怖 在圣经中 它的那个无条件的爱 叫爱嘎北 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无条件的爱 那个无条件的爱 会对某些人会害怕 因为它觉得会造成 人家会摆烂啊随便 但神无条件的爱的存在 不是为了让我们摆烂跟随便 是为了让真心悔改的 每一个孩子 有一条活下去的路 因为上帝的责备 不是为了羞辱人 他的责备 是为了领我们归回 回到轨道上 回到正确的路上 是 所以像泰肯姐 当你在回顾过往的生命 遇到了很多伤害你的人 你怎么样去饶恕他们啊 这个也不是我自己做得到的 我光饶恕我母亲 和强霸我的大哥 我用了十几年 我必须得说 饶恕是一个决定 它不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饶恕了十几年 就表示我每一天 我都在做一个决定 实际操作起来就是 亲爱的主 我真的很痛 但我不想再痛下去了 我承认这个伤害的存在 但我要过新的生活 我就必须把它放下 求你帮助我 饶恕我的母亲 饶恕我的哥哥 但我现在 我也没办法 跟我的哥哥见面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会准备好跟他见面 但我现在不行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祷告十几年 直到后来我大哥自杀了 然后接着我母亲也过世了 我最近也开始在操练 饶恕就是对我的前夫 也包括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饶恕 然后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呢 我们会有一个迷思说 我要谢谢那些 曾经伤害我的人 因为没有他们 我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错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需要去感谢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做的错就是错的 但是我们要感谢的是 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以我来说立心基金会 还有我的班导师 还有很多像社会局的社工 还有很多更多不知名的人 要谢谢的是这些人 第二个 还要谢谢自己 任何的伤害 你都可以选择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跟怪物搏斗而变成怪物 或者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战士 第三个 要感谢主 真的是要感谢主 如果没有上帝的安排 用心良苦 你知道吗 其实经历不见得 会让人变得更好 可是如果有经历 再加上圣灵的带领跟教导 那是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不要再去感谢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了 他们做的错就是错 但是要感谢 一上帝 二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三自己 我觉得好棒 我觉得每一次 当你在做这个饶食物的决定的时候 每一次再次的感谢神 在你生命当中放下的这些天使 来帮助你的时候 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思 能够对准那个焦点 能够对准那个有价值的 对准神的爱 对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信心 跟盼望 慢慢的我们就可以走出过去的 这些生命的阴霾 在节目要结束之前 我想如果请戴肯姐 你用一两节的经文来 鼓励我们听友的话 你会想用什么样的经文啊 嗯好 我昨天忙到了凌晨 为了今天这个 就是画了 用了一张图 是 然后我选完选去 还是这两节经文最适合 那有可能因为太紧张 把经文处处说错了 第一个是在 耶利米书的一章 里面有提到说 上帝 其实会把 会拔出 毁坏 为的是要重新建立 栽植我们 我很喜欢栽植 这个字 它很有画面 其实整个地球 唯一会保护地球的 是树木 而上帝用树木 常用树木 来比喻我们的生命 像一棵树 按时候结果 只栽在溪水旁 我们的生命 会因为开始 接受耶稣基督以后 开始变得不一样 我们会开始 能够像神 爱我们一样的爱自己 也像神 爱我们一样的爱别人 而这一切 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 圣经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 就是都已经过了 我们会成为新造的人 真的 每一次读到 那一节经文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感动 就若有人在 耶稣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原来这是神 重新栽植的过程 是 就我们过去 旧有的生命 我们过去活在 那个错误的环境里面 黑暗的生命的里面 但是神把我们 拯救出来了 然后进到 他的光明当中 然后要重新给我们 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生活的方式 是 然后让我们能够用 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经历 去祝福更多更多的人 对 我最后呢 还想问问 因为刚才在分享 戴肯姐的故事的里面 其实戴肯姐 你有谈到 你后来有跟 小的时候 逃出去的哥哥姐姐 后来你们是有相聚的 是 所以当你们相聚的时候 他们知道你成为了基督徒吗 是 他们都知道 后来我姐姐成了基督徒 但是我们都有各自的功课 还要继续走 是 我们主要的相聚是从第一次 我的大哥他自杀 然后我们要聚集在一起 就是处理他的那个后事 然后那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了 然后接着又过几年 就开始有联络 然后过几年我母亲又过世 所以我们又聚集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 对 我们就都会有联络 是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有各自的生活了 和功课 是 对 就是生命的功课 要不断的每天都要去面对他 但是我觉得感谢神 姐姐后来也成为了基督徒 是 那当然节目的最后呢 也要跟听众朋友呢 分享一个好消息 因为节目里面 我有提到戴肯姐 除了是作家之外 也是一位画家 戴肯姐非常的会画画 今天在受访的时候呢 戴肯姐也带来了 她所绘制的这个明信片 数量有限 所以呢 听众朋友 如果你要来索取的话呢 一定要尽快的来跟我们索取 请戴肯姐 你稍微介绍一下 你预备的这个明信片上面的话 好不好 好 好 那把握时间 当你拿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 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玻璃瓶 里面有很多一颗一颗的小圆球 散发着光芒 这个玻璃瓶是容器 我画它就是象征了 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容器 我们没有办法给别人 我们没有的东西 可是当神的爱 进来在我们这个容器里 我们就会满意出来 所以那一颗一颗 啵啵的可爱小圆球和光芒 就会一直冒出来 所以从来不是我有爱 我多么的好 若你们有看见感受到 那是因为你们看到 是上帝在我这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的 那如果我需要 我想要持续维持这样的状态 我就必须要跟神 有很好紧密的在一起 另外50% 也是看到的人 看到的人 他能够心领神会 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柔软的心 比如说像我前面的主持人 阴汝一样 对他就一直红着眼眶 对那就是因为 其实看的人本身也领会到 那当我们在一起 能够有契合的时候 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 所以从来不是我有多厉害 而是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厉害 听到戴肯姐的介绍 这个明信片何等的珍贵 要趁这个时候收藏起来 当然如果你发现你身旁 有一些的亲友 他可能也在困境的里面 你很想鼓励他 我觉得这张明信片呢 你可以在上面写下 你想鼓励他的话 然后送给他 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礼物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所以如果你要来索取 戴肯姐所绘制的这个明信片 或者呢你想要来索取 今天我们所播出的 这个见证的故事 你希望索取实体的CD的话 你可以跟英如联络 那么当然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 你也希望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我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 旧恩圣经韩寿课程 有一个专门的圣经老师 带领你循序渐进的了解基督信仰 所以呢很欢迎你可以跟英如联络 电话请播 0227541144 来信请记台北邮政 44-80号新乡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要再次感谢戴肯姐的来到 谢谢你 我们就下回云彩飞扬空中 再相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彼得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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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